大马路口一眼望去 一二三四 四支红绿灯杆 有些绿灯 有些红灯 甚至还有没亮的 驾驶看得不洒洒 这到底能不能走 这个红绿灯有问题啦 多啦 但是比较复杂 就是很混乱 到底是要看这个还是看这个 驾驶真的好崩溃 看灯号像是玩猜猜了 如果猜错了 可是非常危险 这里是花莲玉里镇 外环道路口 新旧台九县交汇 还有产业道路 公路局为了行车安全 每个车道都设置对应灯号 北上方向两个红绿灯 产业道路一个近的 一个远的 再来两个红绿灯 当地居民觉得相当混乱 就怕年假即将到来 游客涌入花莲发生意外 我觉得这一项不用 因为我们用它走这一项就好 我每天走一天走两次 我就觉得这一项可以不用 右路人认为 产业道路的两个红绿灯 其实并不需要 路口左边北上方向 通往华莲市区 可以前往瑞瑟牧场 秀姑鸾西 一路往北 还有货柜星巴克 东大门等殖民景点 路口右边南下方向 通往玉里镇 富里乡 可以参访赤柯山 六十十山 还有超人气排队 美食丑豆腐 往左往右都有不少景点 车流量大 驾驶更需要红绿灯 相关单位接获民众 陈勤先进行初步改善 我们把那个双 红花屋的关掉 那让民众可以直接清楚地 由这个市区专用的号制 可以清楚地辨识 那进行北上的一个方向的行驶 相关单位承诺 年前会重置灯号 只是还需要时间商讨 不让用路人过个马路 体型吊胆 TVBS新闻高志宏 蔡新鱼花莲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